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军医的教育平台 快速的建立自己班级的学生账号密码 方便学生做这个远距的学习 首先我们在Google的搜寻引擎上面 我们可以打入军医教育平台 它这边会有一个登录的超连结 我们把它点过来 你可以用自己的Google账号登录 如果是忘记自己的Google账号 那你就用这个教育云端账号 它底下会有一个线式的账号 你就选彰化线 选择你所在的这个区域 学校账号密码 如果你是记得你自己Google的账号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Google账号来做登录 好,假设我用这个账号登录 好,那么刚刚按了允许之后呢 我们就注册成功进来了 那你就要先选择我们的身份 假设教室的身份 我们就开始体验 那么第一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班级账号了 好,那么假设我是三年假班好了 好,那你这边我们就打三年假班 那如果你是科任老师的话 你就可以建立很多班级 不用担心 按下一步 好,那么它这边很贴心的就是 它这里会自动帮我们建立学生的账号跟密码 那你只要输入你学生数的这个数量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班有30个学生 就打一个30 那各位看一下它这边就会有 三年假班的这个学生的账号密码 方便我们让学生来登录 那我们就按一个建立均一的账号 好,那你看很快的就建立了30个学生的账号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班级的管理这边来 好,那如果是科任老师 你就可以在这边继续建立这个班级 不一定只有一个班 那么这一些账号密码呢 你可以再重新的编排过 你想要的账号跟密码 然后我们再告诉学生 他们就可以方便的在家里或其他地方远距的登录学习 好,那它这边左上角这边呢 已经有帮我们做这些课程 或是防疫的专区的学习 那我们就可以点进来 好,那我们往下卷一下 各位看一下哦 现在有数学、英文、自然、国语、文、社会 科科教学、讲义等等 还做得蛮齐全的 那假设我们以自然科为例子 好,我们就点进来 好,那三年级的自然呢 假设我们现在学到的进度是学到水的变化好了 好,那么你看一下我们想要让学生在家学习的进度 好,假设是动物生长的三要素 好,那你看它这边做一个很好的提示哦 这边让我们去分派是不是要给学生当做这个作业 好,那我们就按指派 好,那如果是科认老师这边你就要先勾选 你要给哪一班的 那我们就指派 好,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让学生学习的内容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点过来 好,那这边任务的名称 你就可以给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三甲 自然 5月17号的进度 好,那你就写类似这样子 好,那么让学生完成的时间 看你要不要限制 没有限制的话就预设的这个就好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要分派的这些学习内容 要给哪些学生 好,那当然我们就会 原则上我们就是分派给每一个学生 好,这个打勾,然后自派 好,那这样子学生就会很轻易的能够登录这个军医平台 然后我们为他们开设的班级 然后去完成这些学习的任务 再带我们下一次 迎接下来